歡迎收看關鍵時刻 是從 剛才講的 龐貝奧在今天凌晨 這樣的一個演說 非常清楚做了兩個定調 第一個是 你中共是一個暴政 習近平是一個 福音極權 極意識形態的一個人 等於說 我的敵人已經出來了 敵人就在本院市 敵人就是中國共產黨 當我確定 我的敵人是中國共產黨的時候 我開始要拉幫結派了 而在這個拉幫結派 我們之前也講到的 法國現在也說 他不用華為了 就算是德國現在也說 我不要跟香港 繼續的我要取消引渡條約 代表歐洲的體系 一個一個拉進來了 但更關鍵的角色是日本 你看到日本 前防衛長官曾經講 他說台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所以是不是代表 我們自己講 美國 台灣跟日本 在科技上 我們要結成鐵三角 現在在軍事上面 也要變成鐵三角 而且這個鐵三角 日本已經準備好了 沒錯 昨天晚上龐貝奧發表的 這個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 保證 他可以說是一個對中國 可以說是可能是全面叫板的一個習文 全面叫板 為什麼 第一個他在整篇文章裡面 定掉了我的敵人 就是中國 有中共政權 而且他們是暴政 再來就是說我們對付他的方式是 有你就沒有我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不改變你 你會改變我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你消滅為止 就是這樣很簡單 所以不是自由世界 改變這個共產中國 就是共產中國改變自由世界 那怎麼辦 自由世界要團結起來 特別是他點名到誰 台灣 台灣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被中國誤導 誤導的時候我們可能有對他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台灣在未來的整個中美對抗裡面 一定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保證這時候台灣的地位就非常重要 在中美對抗的過程裡面 台灣是第一島鏈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再來美國西太平洋的生命線 台灣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台灣絕對不能夠丟 在不能夠丟的狀況之下 美國 日本就會好好的看住台灣 所以為什麼日本的防衛 自衛隊的這個艦長會說什麼 他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那我們也可以延伸來說 龐佩奧今天也說得很明白 台灣有事的時候 就是美國有事 日本從戰後都是至少民軍選 他在戰後是和平憲法 在戰後是不清起戰端的 他現在講得這麼明白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為什麼這樣說 保證很簡單 因為現在中國政權或是中共政權 跟西方世界已經沒有和解的可能性了 雙方在未來一段時間 勢必會陷入一個全面對抗 在軍事 外交 科技 國防 金融 各方面全面的互相對抗 就像冷戰時代 美國跟蘇聯一樣 對 特別是龐佩奧 龐佩奧在昨天 保證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昨天是在尼克森的圖書館裡面 說了這樣一件事 尼克森是打開中國大門的人 現在在尼克森的圖書館裡面 龐佩奧關上那一扇大門 也就是從今以後 我們兩個互相的傳播交流 我們就是互相成為對方眼中的敵人 而且找了尼克森的孫子當主持人 就代表是他們家族這個體系也認同的 保證你知道龐佩奧這個說法來說的話 第一個時間裡面來說 中國大陸華春瑩 他也說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話 他說什麼 龐佩奧在尼克森的圖書館講說 他把自己塑造成21世紀的杜勒斯 搞一個全球世界對華的十字軍東征 保證他講了兩個 一個叫十字軍東征 十字軍東征代表是什麼 你是狂熱 你是那種宗教狂熱分子 而且你知道打一場聖戰 聖戰這樣的一個狀況 還有他講一個人叫做杜勒斯 保證杜勒斯是誰你知道嗎 中國大陸很討厭杜勒斯 為什麼杜勒斯其實就是 艾森豪總統時代的國務卿 他是到目前為止 唯一一個訪問台灣的美國的國務卿 當時協防台灣就是因為他 對 所以然後他說什麼 而且杜勒斯在中國大陸的 外交領域來說 把它寫出什麼 當1954年的時候 杜勒斯在日內瓦會議上面 碰到中國代表 他說我們不跟中國代表握手 所以他其實就是一個冷戰 尤其是中美對抗之下最鮮明的例子 他已經把蓬佩奧說你就是杜勒斯 所以意思是什麼 我們也知道你的意思是什麼了 所以現在中國跟美國方面來說 其實真的已經沒有辦法走到回頭路了 雙方沒得談了 對 那好 我們曾經講過 台灣跟美國跟日本的關係越來越強烈 我們在想說你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很簡單 在最近一段時間裡面 為什麼美國邀請我們台積電之後 日本也要邀請台積電 所以顯然三個國家目前正在行述一個 新的科技的聯合網 除了科技的聯合網之中來說的話 這個所謂軍事的聯合協同 可能也都重拾出現 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這個日本的前智慧隊的艦長 他香甜洋餓 他接受訪問說什麼 他說日本一旦在接受到 假設中國對台灣發動攻擊的時候 日本一定也會受到影響 因為台灣沒有的時候 日本會變成是中國下一個攻擊的目標 所以我們的協訪能力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我們可能要兼顧著台灣 所以他才會說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也就是說在發生戰端的第一個時間裡面 我們一定要協助台灣 所以說美日安保條約就把台灣納進去了 對 所以他當然是說 我們先強化這兩個國家 美國跟日本之間的同盟 但是他說台灣也非常重要 所以言下之意是什麼 他的認為是說美國跟台灣 美國跟日本應該進行所謂的協防台灣的 相關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跟你講我們這一陣子不是講嗎 這個日本又採購了105架的F-35嗎 F-35加上他原本的42架 一共147架 為什麼要買這麼多F-35 因為有一個傳言就是 F-35是負責一個指揮體系 他在這個第一階段的攻擊動作之後 要有旁邊配合的 旁邊配合跟他搭配的最好的就是台灣的F-16V 所以如果你照這樣的邏輯來推演 你說我在軍事設備在戰機上是互補的 對 所以你照這個邏輯來推演來說的話 台灣跟日本似乎是一個軍事上面互相互補 而且相輔相成的一個狀況 而且日本最近他的很多的部署 真的也真的是衝著中國而來 對 沒錯 事實上日本在這個 包括說在西泰米亞的一些部署來說 你會覺得說他不只是針對中國大陸 他好像也有在防衛台灣這樣的意外存在 為什麼 第一個 當然中國跟日本最重要的衝突點 是在釣魚彩這個地方 在釣魚彩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日本就把這個地方附近的島嶼 全部不是武裝起來 就是大幅提升他的防衛能力 你可以看到從安美大島 他現在已經有這個導彈部隊部署在這個地方 那沖繩不用講 有美軍的基地在這個地方 包括說這個地方有所謂的導彈部隊 還有F-15J的戰鬥機在這個地方 包括說你看 宮古島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導彈部隊在這個地方 你只要過宮古海峽就把你打掉 對 沒錯 甚至在宇娜國島 靠近台灣最近 從2016年就開始有雷達在這個地方 全部監視在這個地方的 船隻跟這個飛機 保潔 他這個意味來說的話 當然也有某種程度 也有協防台灣的感覺 甚至在石垣島上面來說 有大型的巡邏船隻在這個地方 同時在建一個軍事基地 甚至不是有個傳言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加山基地的後撤計畫 可能搞不好會落在日本的 這幾個島嶼中間 也就是當我們的西岸 我們的機場被破壞了以後 本來講說我們的飛機 就跑到了加山基地 下一個說法是 可能不是加山基地 現在石垣島 宇娜國島 宮古島 是不是也可能是我們的飛機 挺好的地方 對 所以是下地島 你看連這個九米島裡面 都有一個空軍雷達戰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 所有的日本島嶼上面 全部大大小小布滿了空中雷達 導彈還有這個航空基地 在這個地方 他要衝著誰 他當然是衝著日本 但是某種程度來說他也可以涵蓋範圍 涵蓋在台灣之內 甚至是不是這些基地或是機場 可以作為台灣的備員使用 所以你就知道說其實 日本雖然嘴巴不說 但是他一直不斷的在強化 跟台灣之間互相軍事力量 可能互相連結 甚至必要的時候互相支援的一個狀況 必要的時候怎麼樣 日本跟台灣兩個互相合作 把中國島封鎖在第一島鏈之內 所以台灣跟日本兩個國家未來之間的軍事或是科技 各方面的交流一定是越來越高 因為難怪之前有個說法是 美國在衝著這個地方放了海軍陸戰隊 可是你不是進攻 你不進攻幹嘛放海軍陸戰隊 後來才慢慢日本人自己說的 我在這個地方配備海軍陸戰隊 大概有2000到2500人 如果台灣有事的話 這是一個最近的距離 我的海軍陸戰隊 可以透過我的西部特快車 我也透過我的魚鷹的這個飛機 快速的把戰鬥群送過來 對 所以這個作戰 這個支援台灣的目標已經相當的明顯了 萬一台灣遭受攻擊的時候 我們只要撐過幾個小時之內 這個沖繩的這個軍隊 可以快速的抵達台灣 台灣當然就可以獲得 美國跟日本的相關的援助 所以你看 除了從這個圖的佈局來說 你可以看到 美國 日本已經做好了萬全的準備 那台灣呢 我們未來跟美國 日本的交流 可能會越來越密切 好 正好 剛才講到的 在整個西台北洋裡面 是整個美國跟中國 最可能發生衝突的地方 而這個衝突本來想說 台灣是最關鍵的角色 台灣是最可能引爆衝突的點 可能沒有想到日本居然講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安保條學過去本來就講 原來有一個密約 這個密約是把台灣給放進去 看起來是真的 而且如果你在進一步了解台客 知道說 原來日本才是美國的最大軍事基地 它的彈藥庫 它的油庫 最大儲藏的地方就在日本 當然沒有錯 美軍已經封日本為亞洲隊長了 這很清楚 7月21號美國國防部長在倫敦演講 除了講了一大堆他的盟友 新加坡 越南 日本 台灣等等之外 他特別講的就是亞太地區的互相合作 日本發揮了關鍵且重要作用 很清楚 站在美國眼裡 日本就是亞洲隊長 過去我們看最近一些跡象也很清楚 美國跟日本真的是合作非常密切 第一個跡象是美國賣105架F35給日本 如果沒有足夠的互信 怎麼敢賣那麼多給日本 如果日本過來繁咬美國一口 美國怎麼受了量 互信基礎一定很強烈 而且日本是海外F35的最大維修基地 沒有錯 然後再來修憲 安倍說修憲成可以發動戰爭 如果沒有互信 美國怎麼可以默許日本修憲 變成發動戰爭 很清楚 這幾十年來 日本真的是美國最佳盟友 而且對日本 日本對美國真的是言聽忌從 這是言聽忌從 你很難想像 整個日本 在日本內部 到底有多少美軍基地 這樣有140個美軍基地 密密麻麻都是 沖繩有33座 北海道有20座 神載川有9座 東京有8座 廣島有8座 七色有7座 然後其他散佈在日本客地 等於整個日本幾乎到處都有 日本美軍基地 但日本美軍基地下車之後 那些費用誰來出 是美國跟日本55分嗎 沒有 美國負擔25% 日本負擔75% 每年日本要負擔20億美金的軍費基地 給美國在我自己的領土上設基地 你用我的領土在我這邊駐軍 我還花錢給你 而且美國在日本駐軍有陸軍 海軍 空軍 海陸特戰隊 全部都駐35000多人 所以很清楚日本跟美國的互信 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而且他們的互信其實坦白說 是一直累積一直累積的 二戰結束之後日本是戰敗國對不對 所有國家對日本都不相信 對德國同樣不相信 可是為什麼日本最後能夠獲得 美軍的信任 因為他們在非常多的戰役中 都互相搭配 而且互相合作過 我們知道日本的西洋 有個叫做佐世保海軍基地對不對 1950年代的時候打韓戰的時候 那個時候佐世保海軍基地 就是源源不絕的運送物資到釜山 所以那條航線 佐世保到釜山 佐世保到釜山 這條航線 那時候提供大量的彈藥 糧食 後勤 整補給美軍跟聯合軍在韓國那邊打韓戰 你說麥克拉斯能夠反過是靠這個運送線 我是講那個時候的時間 那是真的非常非常久遠的合作關係 然後比較近代的波斯萬戰爭 也是從佐世保基地運過來的 幾件事情在波斯萬戰爭中 雖然日本沒有直接參戰 因為他的憲法的關係 可是他幫聯合軍做了很多事情 第一件事情 六百億的聯合軍的經費 我講是六百億美軍 日本某某彼此付了一百億美軍 我沒有參戰我付了一百億美金 第二件事情 整個戰爭 戰爭最後是什麼 是後勤的整補對不對 日本派了一百一十艘的戰爭育捕船 也是從佐世保基地 一百一十艘 對 讓麻六甲海峽 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 不斷地把各式各樣的彈藥物資 運到所謂波斯萬那邊 所以他的後勤是日本負責的 讓美國毫無後顧之憂 所以他整個的物資整本量 是當時同盟軍的英國的七倍 你看日本有多重要 然後打完後有些賽圈 譬如在波斯萬要掃雷 也是日本派掃雷艦去掃雷 所以整件事情很清楚 日本在整個美國的合作關係中 是長期累積的默契 而且長期累積的合作關係 而且甚至譬如說 日本的廣島也有軍事經濟 他那三個彈藥庫 儲存了11萬9千噸的彈藥 廣島的彈藥庫 對 廣島的彈藥庫 儲存美軍所需要彈藥 儲存了11萬9千噸 為什麼是美軍所需要 很簡單 因為整個日本智慧隊 一年用都用不到 這個11萬9千噸的彈藥庫 美國放心把它存在日本的廣島 然後左士堡我剛剛講的 被形容為半個地球上 最大的陸上彈藥庫 這是流動的 就是他隨時負責整補 隨時負責整補 所以左士堡機器 才會如此的重要 那加索納基地 那不用說了 每次只要起飛 都是從加索納基地起飛 加索納基地維繫的第一島鏈 整個空軍戰地 第一時間起飛的重要性 所以整個日本在美國戰鬥力 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再加上過去合作的觀音 難怪美國願意封日本 因為之前美人講說 美國最大的彈藥庫 應該就在這個菲律賓 在他的克拉克空軍基地 他們講 他在菲律賓放的彈藥庫 還不如左士堡的一半 就可以發現出來說 原來除了美國本土之外 他在全世界放最多彈藥的地方 竟然就在日本 沒錯 在我們今天解密的之前 我們以為是在放克拉克彈藥庫 或是蘇比克灣 沒有 其實就是在左士堡彈藥基地 為什麼左士堡彈藥基地那麼重要 很簡單 美軍戰史上兩個極重要的戰役 韓戰 波斯灣戰爭 左士堡的海軍基地 都負責了極重要的整補效果 所以整件事情我覺得很清楚 日本製作委可以跟美國合作 美國製作委新增日本 都是長年以來的配合 所以說連未來 川普不是要成立太空軍嗎 太空軍第一個洗手合作的對象 也是日本的宇宙作戰隊 他們交換情報 交換資訊 交換物資 因為日本除了在忠誠度上跟得上 在戰略上跟得上 他們在科技上也跟得上 所以連波斯灣戰爭 那非常非常多過程中 非常需要重要的晶片 全部也是從日本提供 因為那個時候是日本 日本是世界第一大的晶片製造 你說那些飛彈的晶片 都是日本的 那個時候還沒有台積電 還沒有三星 日本佔全世界晶片輸出量的50% 那個時候幾乎所有晶片 也是從日本提供 從哪裡出發 就是我剛剛講的 從我們的左士堡基地 左士堡海軍機 一路沿著馬六甲海峽到中東 所以整件事情很清楚 未來如果整個戰爭 在西太平洋地區打響的話 誰是亞洲隊長 誰是關鍵核心 就是日本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 我就儲存了非常多的彈藥 我儲存了非常的油庫 藥帶有帶 藥油有油 第一個我們剛剛講的 全部都是彈藥對不對 你知道嗎 美國國防部在海外 最大油庫1984年的時候 既然就是在日本 日本的8戶有7萬桶的藍油 日本的橫須賀 有570萬桶的藍油 左士堡基地有530萬桶藍油 整個藍油加起來是1107萬桶藍油 配共整個日本的海上智慧隊 每一天用 用兩年用不完 所以美國是很有計劃 把我的戰略物資 我的炸彈 我的彈藥 我的油料 全部放在日本 也有計劃把我最先進的武器 包含F-35 包含海軍陸戰隊 海軍陸軍空氣 全部都在日本駐紮 而日本也有默契的中間 不斷負擔經費 遇到戰爭的時候 我給美國提供整補 所以我相信 如果戰爭在西太平洋打響 日本跟美國的合作 絕對是最堅實的 好 輝晨 我們之前講到了美國司法部長 曾經指揮內部的企業 你們因為要賺中國的錢 卑躬屈膝 中間指明了一個迪士尼 迪士尼是真的怕了 對 迪士尼現在最新宣布 是他們的一個木蘭 就花木蘭的那個電影 從三月份 因為說是疫情的關係 從三月延到七月 結果現在最新的消息是 無限期延期 不敢播了 不敢播了 然後這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是迪士尼的說法是說 不是 因為現在整個美國的疫情 到現在還沒有舒緩的跡象 所以有一些上映的計畫有生變 然後包括星球大戰 跟阿凡達這些續集電影 也都是推遲一年 但重點是 那一切是推遲一年 但是你這個木蘭 你說是無限期延期 所以你就知道 這兩相比較之下 確實對於他們國內 還是造成一些 就是司法部長講的這些話 對國內還是產生了一些壓力 而除了木蘭之外 你知道嗎 包括還有另外一家 叫中國中策的這家公司 就是他們美國的鐵路安全聯盟 在日前竟然上書給他們的 財政部長梅努欽 跟他說什麼 跟他說你們現在只有 只看到就是華為 對於我們美國境內的威脅 你們竟然忽視了 有一個叫中國中策的公司 他在我們的費城 在我們的芝加哥 承攬了非常多的一些基礎建設 包括鐵軌 包括一些運輸的 這家公司也是你們之前 要被制裁的公司之一 所以不要放過他 所以你知道嗎 現在美國他們內部有 其他的一些組織 也開始變成加入了 反中共 反中國的一個行列 我們在老洋時代 有句話叫做漢賊不兩立 這個兩個地方 兩組是不能放在同一個地方 現在美國也要搞這一套嗎 也要搞漢賊不兩立嗎 他要鋪天蓋地的上求逼弱下黃泉 要跟中國全面的割裂嗎 是 所以現在美國人內部確實也有一個反中共跟反中國企業的聲浪出來 而除此之外包括了美國的亞太助理國務卿史達偉 他點名你知道什麼嗎 他就說我跟你講這個美國 中國在南海這邊的威脅 除了他們自己軍事上之外 另外一方面 他們也透過他們自己的企業 包括中海油 包括中國的建設公司 在幹嘛呢 去包了弄了很多的一些 比如說你的專油台 專井台 他就說你還協助他們軍方 去建立一些相關的一些島礁 來從事一些軍事上的一些 也不是指名 就是軍事上的一些活動 所以他就說這兩家公司 也將是我們未來要制裁的對象 所以你就知道現在整個中國對於中 美國對於中國企業的這一些防毒 已經從科技的華為 到了基礎建設中國中策公司 現在連中海油 中石油這一部分 還有中國建設公司 也全部都是他們未來可能會防堵 可能會制裁的對象 所以你現在只要是跟中國共產黨 掛上邊的 都是他要抵制防堵對抗的對象 而且不是只有中國自己境內防堵 就OK了 我們知道現在之前 龐佩奧不是跑到歐洲一趟 然後開始叫大家加入 就是華為防堵的一個行列嗎 現在果然繼英國在7月14號 宣布就是說從2021年開始 不再採購任何華為的5G的 相關的設備之外 他們2027年也要拆除 所有的5G設備裡面 有華為的成分在 全部都要拆除 之後法國最新加入的是法國 你知道法國很有意思 法國他們之前的外長還講說 我們絕對不會歧視 我們不會歧視華為 也不會禁止華為 他們財政部長 那個勒梅爾還之前這樣講 結果不到48小時 他們出了一個命令給誰 你知道嗎 他們出了一個命令 就是他們國家的那種 掌控他們資訊相關的 主管機關 出了命令給他們電信機構 說什麼呢 說如果你們未來的5G 相關的設備 採用華為的話 不好意思 你們這個期約到期之後 我就不延期了 簡單講就是我現在在蓋這些設備 對不對 我裡面可能有一些採購華為對不對 我可能這個設備使用只能期限是三年 我有落日條款的 我有落日條款 它三年之後 它現在就擺明了 就告訴你說 只有這個到期 時間到不能用了 不能用 那你知道他們這一次取的訂單 都只能做三年到八年 簡單講到2028年之後 所有法國的5G相關的設備 完全不能有華為的一個成分在裡面 所以現在法國也倒向美國了 對 它等於是不正面講 但它給你一個軟柿子 所以它用的這個軟柿子 還是惹得中國的外交部 非常的火怒 那個汪文斌就說 你們48小時不到情況之下 整個態度大翻轉 令人錯愕 所以你說法國態度的轉變 是讓中國無法適應的 對 無法適應 而且就是像一波一波 現在包括連其他 現在連德國 德國在5G這部分的華為 要不要防堵華為 這部分還沒有很明確的一個宣示 但是德國最新宣示是什麼 就是因為你們影響了 香港的高度自治 你們港版國安法 讓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現在連德國 他們也宣布 就是終止德國跟香港的引渡條約 以前梅克爾就被指揮的是 你對於這些難民你非常關心 你對於這個整個 當然西方世界 俄羅斯的事情你非常關心 可是為什麼在香港問題上 你一句話都不說 結果現在一出手 我就已經取消了香港的引渡條約 是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說 那個龐佩奧這一趟的歐洲之旅 成果封鎖 他人還沒有回到 包括法國也已經起義 包括德邊這邊也跟著響應 所以你就知道 美國這一次防堵中國 以及防堵華為的策略 是相當的成功 好 瑞德 剛剛講現在有點 那種兵兇站圍的感覺 現在全部股票全部都大跌 為什麼跌 聞到戰爭的味道 而這個戰爭的味道 美國還在說 他們有一個戰爭法是讓台灣 我們可以加入那個環太平洋軍演 對 沒錯 那麼美國參議院進行一個決議 那麼這個決議很有意思 為什麼呢 要求美國政府讓台灣參加這一次的環太平洋軍演 那麼大家知道環太平洋軍演 中國都不能拆家 台灣拆家 對 這次故意把中國排除在外面 中國氣得要死去個半死 但是事實上他所發出的邀請函的第一波 並沒有包括台灣在內 不過據我所知 我們現在要爭取的是 至少能夠用觀察員的身份 參加這一次的太平洋軍演 那麼到底成不成呢 美國的這個參議院幫我們推了一把 那麼現在看這個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的相關的發言 我們用觀察員的身份 有這個可能 不要以為不可能 那事實上觀察員的身份有什麼差別 很簡單 你只要能夠參加這一個等於相關的軍演 哪怕你只是一艘船 幾個人在那邊看 你對你台灣的這個意義是非同小可的 那麼事實上也因為這個緣故 告訴各位 那麼台灣現在的重要性跟美國的關係 大概是史無前例這40幾年來 斷交了以後最好的時候 因為他要拿台灣去對付中國 對 那之前大家 包括日本共同社跟美國國防部長一直在講 中共可能會藉由軍演拿下這個東沙島 我告訴各位 我們現在必須要非常慎重 小心地觀察 觀察什麼 中共在雷州半島的這個演習 是本來的8月份的軍演嗎 為什麼這樣講 如果他8月份還有另外一個軍演 那另當別論 如果這個軍演 就是所謂日本共同社所說的 8月份的南海軍演 那我們可以暫時喘一口氣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美軍不是10天之內5次 那個偵察機飛到廣東外海嗎 中共一定在調兵潛將 然後各式各樣的電訊 一定不斷地在空中傳 所以美軍在監控它所有的部隊調動 那麼本來8月份的相關南海的演習 四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登陸演習 現在如果只是雷州半島西部的這個號稱 範圍很大 殺傷力很強 這個所謂的軍事演習的話 那它只是空軍的一個實彈射擊 你知道嗎 這個實彈射擊 假設 那麼它這個目標 有一個這個好比 好有一筆叫做小題大作 這演給全中國所有人看的 我們那麼大 我們那麼大 講了半天 你們根本在自己本身的內海演習而已 你連到南海還弄不肯 那為什麼不到南海來 因為很簡單 雷跟號跟相關的澳洲日本的軍艦 還在南海做軍演 那麼事實上並不是說 老公就怕了他怎麼樣 而是連老公他都不願意把這個 等於說太師緊張 弄得太兵 那個劍拔弩張 你聽說現在美國想要尋求衝突 尋求戰爭 但是現在中國有避戰的味道 所以我們跟他講 我們的東沙群島在這個位置 我們東沙群島在這個位置 如果你知道在軍演 你在這個地方軍演 隨時可以打到東沙群島 沒錯 可是你跑到了雷洲半島 這個位置軍演 你根本就過不來了 中共在去年以前 也都在雷洲半島這附近軍演 但是這一次的演習 本來你可以直接突破到 西沙群島附近 你可以到南沙 更靠近東沙島 我不客氣講就這樣 可是他顯然把他限縮了 而就在今天 那麼美國印太司令直接說 我們的關島 我們的關島要架設 應該要建構所謂的 陸基神盾陸地的防禦系統 要不然的話 他們飛彈隨時可以打來 而他們美軍 已經是世界超強了 但是現在不是只有無人機 跟你直接飛進去中國 兩次而已 那麼現在連有帶這個武器的潛艇 跟相關的船艦不斷地發展出來 而他遠交進攻全部對著中國 中國顯然已經在避免跟美國 直接面對面的發生這場硬仗了 所以董事長台灣已經捲進來了嗎 龐貝奧昨天已經非常清楚 先定調中共是暴政 然後你是我們的意識形態的敵人 不改變你就是你要來改變我 而且把習近平給點了出來 接下來台灣被點名了兩次 所以台灣是中共對不對 美國對付中共最重要的那一張牌嗎 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未來三個月 會是最危險的三個月 最危險就是 也就是軍事衝突會爆發的這個 地點來講的話 國際學者都認為說 只有兩個地方最容易爆發 一個是台灣海峽 台海衝突 一個就是南海衝突 這兩個地方都有可能發生 所謂軍事上的這個 軍事上的動武的可能性 目前是看起來這樣子 那對台灣來講的話 當然在這個整個 我第一島鏈的包圍圈裡面 我們已經扮演了一個 非常這個必要的一個角色 這是目前的情況 但是我們反過來看說 昨天的龐貝奧這個道理 它有幾個重要的重點 我想還做一個比較 這個比較 另外一個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一下 第一個龐貝奧 昨天講的重點 他在這個 尼克森的這個紀念館裡面 一個紀念圖書館裡面講話 他要宣布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尼克森所執行了將近50年的開放的交往政策 到了昨天結束了 他們現在進行一個什麼政策呢 就是遏制的政策 也就是說從 要發展到 要遏制的 那遏制中國 就是完全遏制中共 我們這個要做個區分 他把中共當作主要的一個鬥爭對象 他知道美國跟中國的競賽 這個就是休息底的陷阱 兩個國家已經在國強壁壩 戰爭世界第一的地位 那這個世界第一的地位的話 那美國如何維持第一 美國已經知道他不可能維持第一了 越來越困難了 所以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他必須要動手 這時候不對中國以後沒機會了 以後沒有機會了 那這怎麼辦呢 他自己不能成長他怎麼辦你知道嗎 把對方蓋掉 把你遏制 讓你退步 沒錯 我不能考第一名對不對 我讓你考試變第二名可以吧 我讓你考試變最後一名 所以他現在反過來 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遏制的策略 就是妨礙你阻止你中國成長 這個是中共的 這個是整合聯盟 反中大聯盟 國際大聯盟的主要策略 所以他阻止你成長的話 他必須要所有的國家團結起來 一起來阻止 他才會奏效 否則的話又有動價 發國進來了給他科技 德國進來了給他車輛的技術 都會有破口 他全部維持一個大的包圍圈 讓你 重要目的是讓你中共落後 讓你成長的速度的遲緩 然後最後他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在技術上的問題 他講到雷根時代跟蘇二的交往的方式 他還是提到 因為我剛剛講到 他是以二子為主要策略 然後交往為了二子服務 交往是次要的 是配合二子 目的就是我要壓你 然後交往是放後面的 交往是必須要的交往 然後雷根講的是什麼話 雷根蘇二講什麼話 雷根跟蘇二交往這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信任你 但是我要驗證你 我要查證 我要相信你 劉寶傑講的話 跟你講完的話我要查你一下 他現在更惡劣 他對中共怎麼講你知道吧 他的交往的態度 第一個叫做信任 我不相信你 然後第二個確認 只要查證你 你講到什麼話我都不相信 你講到每一句話我查完 我才跟你做下一步動作 所以你想想看 這個多可怕 國與國的關係之間 完全沒有信任基礎 會發生什麼事情 兵凶仗為 我認為三個月之內 戰爭可能性不斷不斷的升高 這樣 美國這有一個暱稱 叫做新羅馬 他們其實很多的符號 跟羅馬是有很像的 你說羅馬就恐怖了 羅馬對待敵人 是殺到寸草不留 羅馬人是絕對無情的 對 寶傑歷史不會收訪 剛才講到修西底的陷阱 希那2500年前的一個歷史學家 其實這樣的一個定例一直到現在 你知道歷史上有一個統計 大概大概就是為了霸主之爭 今天好你是第二名的 我是第一名的 我當然要打壓你 你有一天會期待我 我就打壓你 那你想挑戰我嗎 這樣引起的戰爭比例有多少 多少 一百場戰爭裡面 大概有百分之七十三 有七十三場是因為霸主爭奪戰 引起來的 第一名趕到第二名的威脅 發動戰爭一百場戰爭 有七十三種是這種的 對 那也有挑戰成功了 也有失敗了 但無論如何你不管哪一個 只要失敗的那一方 都知道死無葬身之地 我講簡單一點 1588年的英國因西海戰 英國跟西班牙無敵艦隊 無敵艦隊不是被打敗了嗎 沒錯 打敗了 西班牙跟1588到現在 他有什麼地位可以 沒有 沒有 但是他至少國家還存留下來 歷史上最恐怖的 剛才講的一個霸主爭奪戰 其實在哪裡 在當時2000 西岸前 西岸前264年 西岸前264年之後 當時跟羅馬跟北非 有一個國家叫加泰基 加泰基 加泰基是一個海權國家 地中海霸權的一個霸主 海洋國家 他本來是菲尼基人 就航海信念很夠的一個國家 那他地中海霸主 羅馬是當時我們知道 義大利半島這邊的一個 一個陸權霸主 羅馬方正 一個陸權霸主 一個海上霸主 本來是可以我井水不換河水 但是羅馬當時有看到加泰基 他一直想發展陸上霸權 而且他太有錢了 對 加泰基的隔壁 加泰基現在北非的土尼西亞 隔壁左邊 西邊這邊 就是奧爾基利亞 奧爾基利亞在古代 叫奴米比亞 奴米比亞是祭兵出名 OK 那你是海上霸潛 你就在做你的海上貿易 海上是你的 你要拚祭兵 對 他拚祭兵 他去收容的這個等於跟他結盟 把這個祭兵引入加泰基 這個目的何在 我有一天要打你羅馬陸軍 所以羅馬開始就防備了 這個地方要小心 加泰基不打不行 所以後來在公元前264年的時候 打了三次的所謂那個 加泰基戰爭 對 那個叫布立戰爭 布立戰爭 打了三次 延續了118年 多慘了 我講第二個就 第二個跟第三個 打了118年 第二次戰爭就打了17年 當時有一個不釋出的名將 加泰基 叫漢尼拔 漢尼拔 說西方的韓信 他帶了6萬大軍 越過奧 培子山 包括大象 越過奧 培子山 直接穿到羅馬的那個後面 直接從後面打進來 羅馬那一次差一點滅國 而且漢尼拔鎖到羅馬 他採取兩個策略 你的盟邦 我說買 你只要投降跟我加盟 你放棄羅馬 我對你非常好 秋毫無犯 但只要進羅馬城裡面 我全部屠殺 屠城 換火燒 小孩子都不放過 漢尼拔是這樣的一個人 所以羅馬知道這一個人 有一天一定要滅掉 但當時羅馬已經 真的已經快完了 後來羅馬出了一個 也是出了一個不釋出的將軍 叫費鞭 歷史上最有名的 游擊戰術的一個創始者 他說要跟漢尼拔打 你不能用跟他會戰了 他太厲害了 所以我們又打現在的 游擊戰 對 徽編戰術 游擊戰 而且他那個補給線 一千五百公里太長 我們打游擊戰消耗他 那個糧食 消耗 對 他不會贏 結果後來第二次不離戰爭 和尼拔敗了 敗了你知道羅馬怎麼追殺他 和尼拔後來是服毒自殺 因為和尼拔回到國內以後 人民還是很遵從他 羅馬看這一個人還在 有一天他一定會減土重來 會減土重來 就逼他走路 就羅馬你不能接受這樣一個 那個加太基不能接受這樣 他跑到西利亞 跑到西利亞那個國家 以前在塞留斯王朝 排到那邊 後來羅馬叫塞留斯王朝 你教人不教我們打一仗 結果後來沒有辦法 只好自殺 狐毒自殺 這第二次 非要把那個威脅我的人給殺掉 那最恐怖是加太基 加太基第二次打敗以後 他全國精明同心協力 那時候真的說 我一定要跟羅馬再打一次 結果在第三次戰爭前五十年 他們是婦女把那個長髮 編的長髮剪下來 編成那個像弓玄一樣的作弓 他們已經打到這種程度了 所以羅馬知道這個地方 如果不給他痛下殺手 不毀滅他 對 所以第三次布尼戰爭又打 打了你知道羅馬後來把加太基打敗以後 他做了一件事 什麼事 燒毀加太基那個首都稍微 大火燒了17天 17天25萬大軍 剩下5萬其他20萬要不就打死 要不就殺死要不就燒死 剩下5萬人 5萬人抓去當奴隸 奴隸 然後你知道他燒完以後 他把那個土地全部撒鹽 幹嘛撒鹽 撒了一尺多厚的鹽巴 30公分的鹽巴 對 我就讓你永世不得超生 加太基你整個農業發展也不用想 變沿土了 對 所有的臣民 你如果靠近海邊15公里以內 老百姓沒有死的 你靠近15公里 全部都殺掉 全部都殺掉 所以你這個海權國家 整個從此就一劫不振 那個撒鹽撒到一尺多厚 所以歷史的霸權戰爭這麼殘忍 對 所以說剛才講修西底德戰爭 你如果敗的那一方 你永世不得超生 今天請します 每一次都喜歡 我要開箱 給你 我來你的 請進 感谢观看